那油價在昨天暴漲了 五個百分點之後 還要漲到哪裡去呢 有人說即便是小規模的戰士 不用大規模 小規模的戰士 都會讓油價很快的衝到一百 甚至看到一百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油價 確實擔心 對啊 今天一大早禮拜五 又不是假日 我去加油的時候 已經看交戰都在排隊了 大家都看到這個消息 提前加滿油 不過我們看一下歷史的經驗 中東真的是火藥庫 這個是在金融危機以前 當時景氣很好 所以一桶是147塊美元 那就算了 但是你看 後來全球景氣都不好 結果2011年114 發生什麼 阿拉伯之春 利比亞 利比亞說 你這個違法使用化學的武器 你背後就是伊朗跟俄羅斯在撐腰 美國不爽 美俄就衝突 集市就緊張 油價到114 利比亞一個狂人可達會 找一個揮法的僱傭兵 結果轟炸平民 死了上千了 美國又不爽了 結果油價起來了 結果現在的油價了 當然你會覺得說現在好 相會低檔 相會低檔 如果要去100塊很快 對 如果一旦打仗 要到100塊是很快的 我們要揭秘 美國 稱霸全球 三幾條 它的美元 武器 還有它的科技 最重要的 它的美元地位 就是靠它的軍事 這些武力來支撐 美元跟武器 對 別的國家 假如戰爭的話 都是很燒錢 當然 美國是一面戰爭 一面賺錢 所以很多人說 當年小布希總統 入侵不到伊拉克去戰爭 對不對 市場說 我控制了伊拉克的油田 我可以用比較便宜的石油 但是油價也沒有下來 所以它當初打仗 大家都認為是為了油 但是油價又這麼高 對它有好處嗎 有好處 因為它要控制中東 控制OPEC 結果石油的交易 以美元計價 好 我現在 戰爭之前 只要一桶40塊 對 我戰爭到達140的話 我缺了100 美國就是 可以光明正大了 我印美超 你意思是 我懂了 蔡總的意思是說 全世界呢 油都是用美元來交易的 那它如果 一旦有戰事 油價飆高 你會想說 油價飆高有什麼好處 它自己也買得貴 但是全世界都買貴了 但是全世界都必須被迫 用美金來買油的時候 那它就有堂而皇之的理由 印美超 對啊 盡量印啊 美國財政部 把美超就印出來了 好 我們證明給各位看 當時 伊拉克的獨裁者 海珊 海珊 海珊本來想說 以後 我們伊拉克的石油交易 用歐元 好 你敢用歐元 我就找一個 你用什麼什麼武器 私密性的武器 把你什麼 抓起來 然後委內內拉的總統 查韋茲說 我也要用歐元 我就要把你趕下台 所以它一定要讓油價跟美元掛鉤 所以油價衝高對它最大的好處是美元 伊朗也是一樣 伊朗甚至說 我們用人民幣來結算 你敢用人民幣 所以 這個美國 就把伊朗視為嚴重盯 但是大家會講說 油價標關我們台灣 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我們真的過去吃了很多的苦頭 剛才不是講說阿拉伯之春嗎 油價一百多塊嗎 結果 我想問一下蔡長 紫色的是什麼 紫色就是我們的GDP 紫色是我們的GDP 那橘色是 加權指數 橘色是加權指數 好 那二零一年 油價已經一百多塊了 一百美元 我們國內的器材有要漲價 但是 當時二零一二年三月 要總統大選 所以我們就把它動漲 動漲 結果馬總統連任成功以後 就馬上給你宣布 油電雙漲 油電雙漲 油電雙漲以後 二零一二的第二季GDP 虎 虎 0.18 好在這裡 對不對 GDP馬上就掉下來了 對啊 國內的通膨就起來了 經濟就不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做高評 你注意看 2012年油電雙漲這一段 大概八千一百點 跌到六千八百多點 假如往前再看的話 這個2011年是九千兩百點 更是下跌了兩千多點 那這個圈圈是 就是那一段時間的一個動盪 所以 GDP下來 我們的股市也受傷 所以我們不希望 這一次再度發生這種情況 但是我們現在講 所以就是說油價升高 GDP下跌 股市也會跟得下來 對啊 那當然 尤其現在又有熱錢的Party 因為油可能美國又降息 降息之後 美元走跌 油 悄悄板 油反而會更兇 那相關概念股就會動嗎 過去的經驗 初期 剛開始油在大漲的時候 塑化類股可能有小行情 那比如說像6505的台塑化 這種台算機 我們直接看月線 我們看 看歷史的經驗 我們不是說2011年的時候 油是一百多塊 2011的時候你可以看它的股價 因為現在是創高點 但是之前遮住了以後 它之前的高點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放大一點 再來看 在2011油價在一百美金的時候 當時的股價確實 對一波大多頭 對一百一十二 所以 但是油不能漲太高 漲太高 因為台灣的原油都是進口 然後台塑石化 它是生產了以後的石化產品 所以油太高了以後 萬一它沒辦法產品跟著轉嫁出去的話 其實它也會虧損 所以後半期的話 股票就賣了 要漲 但又不能漲太多 要漲太多了 對 要有甜蜜點 要有甜蜜點 那我們回來看這一次 這一次現在股價在高檔 對啊 所以它出息的第一天沒有填息 所以現在它的油價的上漲 已經反映在台塑石化的股價上 所以要進一步 現在比如說五六十塊的美金的油價 假如進一步到七八十的時候 台塑石化可能會漲 但是到一百塊的時候 反而要賣台塑石化的股價了 好 所以要小心 掌握股價和油價之間的甜蜜點 sust就在一百塊的時候 所以要注意一下 放兩百塊的時候 一百塊的時候 在這個業界之間 一百塊的時候 一次調整一下 那一百塊了 讓我看一百塊 最悟悟呢 最悟悟呢